你為何有興趣的影響 我在2007年加入蘇芙比 我當初來這裡做的時候 因為我特別喜歡概念性藝術 我當時對艾美美的作品很有興趣 特別是艾美美有一件作品 是一組三張照片 其實他有一個表演 他將一個漢朝的花瓶打爛 整個照片好像有三格 由他放手到那裏爛了 那種震撼 當時我們蘇芙比 自己也有古董的拍賣 那個震撼是相當強的 我覺得他對中國文化 在轉變時期面臨的困難 或者他的經驗 他都有自己一套的想法 還有他之後很多的作品 比如中國地圖 或者是單車的大型雕塑 各樣的作品都有他自己很強 還有有別於其他中國藝術家的聲音 之後他也去到很多博物館展覽 或今年他也在北京有幾個展覽 我覺得他在那段時間很震撼 比如去年我們有一個Nego的拍賣 Nego是日本潮流教父的私人收藏的拍賣 裡面拍賣的作品 林郎滿錄 什麼都有 特別震撼 我看到有一套 《星星戰爭》的形象 我想沒有什麼人會想到蘇芙比 會拍賣《星星戰爭》的形象 但我覺得這樣可以反映到整個收藏潮流的轉變 其實我覺得一些很適合的作品 其實他看的時候一定要去認識他背後的環境 他在什麼環境之下會出現 或者他的社會背景 或者他對時代的意義在哪裡 還有他展覽的地方也很重要 在一個什麼設定那裡展覽 或者他的意志是怎樣 譬如如果他是一件中國藝術家的作品的時候 那件作品對於整個中國藝術的發展 那個位置在哪裡 或者那個藝術語言有什麼特別的創新 我覺得很難說單純只是看一件作品 可能有一件作品很誇張 但其實他是對他的時代的回應 其實對比其他亞洲城市 中國當代藝術是發展得比較遲些 因為他們基本上真正開始的時候 是文化大革命之後 即是七八七九年開始 到八十年代是一個完全沒有商業的市場 比較是一些由學生主導的一些藝術運動 去到九十年代真的開始 有一些很職業性的藝術家出現了 然後他們開始去打入了國際藝術的氛圍 或者市場的時候 慢慢再發展出來 去到近這十年其實都相當成熟 特別在這五年我們看到國內很多私人美術館的成立 他們很多都對當代藝術很有熱情 會自己有自己的收藏的時候 也會做一些很多不同的項目 去和外地的美術館或者一些藝術家的交流 會出眾到整個中國藝術的發展 但是你說對比起日本 其實日本的藝術發展 因為他們一戰後其實已經開始了 譬如現在我們經常聽到的具體派 其實他們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已經做了很多以行為藝術作為基準的藝術活動 我想在亞洲區來說是比一個先鋒 如果比起其他亞洲區的藝術來說 但是我覺得誰先誰後也不是太大問題 主要是看藝術對那個地方的意義和重要性